哈囉 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同時這次的通膨壓力使得各國的執政當局 真的都備受考驗 那文在寅事實上 今年已經連續升息兩次了 可是韓國的通膨跟高房價仍然逼得他 事實上是處在一個民調破底的處境 而布倫伯今天事實上還獨家追蹤了 中國要求滴滴直接在美退市 所以全球金融市場 新一波的戰爭可能在起 然而同一時間 中國跟俄羅斯簽署了軍事合作協議 對北京來講 連俄抗美是一個長期的戰略跟新路線 所以解放軍直接說 中俄兩軍將來只會更好 那同一時間 普丁也借著中國牌跟烏克蘭牌 叫板拜登 在美國內部 事實上拜登面對的是 內外交迫的處境 對外有中國有俄羅斯的挑戰或者挑釁 對內有共和黨的威逼 共和黨的相關前國安顧問 接受服飾的訪談的時候直接說 那個烏克蘭是歐洲人的事 台灣是美國的事 然後他還直接說 美國將來就是要走兩個中國路線 什麼叫兩個中國 那當然是一中一台 你在對照今天來台灣 參訪的這一個共和黨籍的南卡43歲的議員梅斯 他在推特上面貼的貼圖 直接寫ROT 也是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的概念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軍事 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 科技公司執行長林怡靜 大家好 再是宜中基將軍 大家好 再是鄭正平老師 大家好 再是陳專家朱月忠 大家好 再是吳杰 大家好 再是黃世聰 大家好 好 我們看這一次 美國前國安顧問接受了福斯的訪談 回應的當然是 俄羅斯又在烏克蘭邊境大舉的出兵 那確實 如果烏克蘭跟台海同時發生戰爭的話 那美國如何面對兩個戰場 好 事從剛剛看到的是 中二昨天簽署了軍事合作協議 這使了美國內部對於台灣跟烏克蘭的處境 非常高度緊張 但是美國前國安顧問他直接說 台灣是美國的事 烏克蘭是歐洲的事 沒錯 事實上這個是美國的這個前國安顧問 凱斯 基斯凱洛格他的這個發言 那他是什麼時候擔任這個美國國安顧問呢 他是在2017年的時候 曾經擔任過短時間的美國國安顧問 那他自己本身的是陸軍出身 他曾經擔任最高關鍵到陸軍中將 所以他當然啦 對軍事議題他其實是相當有感的 那這次主要的說明就是說 因為現在拜登把這個美國的敵人定義成兩個 一個是中國一個是俄羅斯 但他認為說其實中國才是他的敵人 他認為說中國面臨的多邊的 是美國的多邊威脅 包括經濟文化 軍事還有地理威脅 他甚至還說到美國是太平洋國家 所以我們要處理太平洋的問題 那至於說烏克蘭跟俄羅斯的問題 那是歐洲的問題 所以那是歐盟要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他說他會直接跟歐盟這樣說 那因為他說如果要兩全其美的做到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希望歐盟處理烏克蘭跟俄羅斯的問題 那他專心來做這個中國的問題 所以他就說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說那我們是不是要回到所謂的兩個中國 而不是一宗真實 哇他這樣一講 哇難道這有可能會是 未來美國國安的這個想法之一嗎 他說直接承認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同時還說到說 我們要做非常積極的動作 他說如果是他的話 他會建議由雷根號引領第七艦隊跟第五艦隊 就停在台海的中線 然後就阻止中國的軍機 還有這個飛越台灣的航空識別區 他說得非常強硬 他說我們可以做非常多強烈的手段 但是我們目前沒有 所以你看事實上美國的目前朝野之間 對於中國的敵意還在上升之中 而且做了手段 可能真的會越來越強烈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美國顯然是把中俄視為敵人之後 這個階段的時候 這個包括說像美國說要外交抵制這個東奧 那目前澳洲也說他可能會加入 甚至五眼聯盟都在提議 要可能加入這個外交抵制的行列之內 但是這時候俄羅斯給他送軟 為什麼俄羅斯給他送軟 因為根據這個俄羅斯媒體的發言人 發表就是說 因為這個普丁接受到來自這個習近平的邀約 所以普丁會前去東奧參加他的開幕式 他提到說因為當年這個索契東奧的時候 習近平有去 那應這個普丁的邀請 那這一次普丁也是應習近平的邀請來到北京 所以中俄兩國的關係其實還是非常緊密 那你更不用提說最近一段時間 中國跟俄羅斯他們在日本海這一段 接受在舉行了非常多的軍演 包括說有海上的軍演 甚至還有空中的軍演 甚至這幾年還要達成一個五年的協議 就說未來要加強兩國的軍事合作 所以顯見而老 現在的國際秩序裡面來說的話是 美國跟這個五眼聯盟結合起來 要對抗中國跟俄羅斯的態度 其實是非常非常明顯 但是美國有沒有想要做降溫呢 其實最近一段時間的時候 日本媒體報導出來 因為最近起的時候 為了要避免這個擦槍走火的這個狀況 美國跟這個中國的軍事的高層 可能會在12月下旬 會透過所謂的可能是電話 或是說線上的這個方式展開一個對話 那個對話的層級是 美國這一邊是美國的國防部奧斯丁 那中國這一邊的話 可能是中共的這個軍委會的副主席 許其亮 還有國防部長這個魏鳳和 可能會進行一個對話 那具體對話當然是要建立一個溝通管道 萬一發生這個突變的事情的時候呢 能夠怎麼樣來解決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知道普丁最近一段時間不是成兵到烏克蘭的這個邊界嗎 甚至他還用這個白俄羅斯的去挑動 這個白俄羅斯跟波蘭之間的關係 挑動歐盟的這個敏感神經 那很多人就說美國官方就警告說 他有可能會在明年的1月的時候 或者是2月的時候呢 會閃電攻擊烏克蘭 那當然啦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 事實上美國最近也在持續的武裝烏克蘭 包括說可能要幫他們訓練這個軍隊 甚至有可能要把這個武器都撥到烏克蘭這個地方去 但是對目前為止來說 拜登其實並不想要在烏克蘭開戰 所以某種程度國際的媒體是說呢 他這樣打一個烏克蘭的危機牌呢 是要逼拜登再跟普丁再做第二次的這個見面 那當然對普丁現在來講的話是內外交迫 因為我們最近他因為要打壓油價的關係嘛 那油價沒有被打壓下去 不過今天油價倒是重挫 因為疫情升溫的這個關係 那最近呢 他要競選2024已經是跟有人證實的 但是因為根據目前的民調呢 他在全國的支持度裡面來說的話 支持度44% 那有49%不支持他 那如果在民主黨和親民主黨的陣營裡面來說的話 只有44% 有44%的人希望能夠推派其他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顯見對拜登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內外交迫的局面其實還是持續在進行之中 好那我請教一下這一個民捷 對拜登來講真的是內外交迫 不過對美國軍事國安顧問來講 台灣跟烏克蘭確實是兩個這一個火藥庫 但是前國安顧問直接定掉烏克蘭是歐洲的事 台灣是美國的事 主要的原因 也跟中俄事實上昨天又簽了相關的軍事合作協議有關 對這個中俄簽了一項這個五年的軍事合作協議 那協議的內容主要是在未來會持續進行 所謂戰略的軍事演習 還有聯合的這個巡航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 看起來似乎雙方在軍事合作上面更為接近 不過個人認為這還是這個相互利用各有所圖了 因為我們看到最近其實這個中國跟俄羅斯之間除了先前 這個派出10艘的這個軍艦 組成一個聯合艦隊對日本的這個本週繞行一圈之外 那這幾前幾天 那這個中俄又有9架的軍機包含像這個中國出動這個轟6K 那俄羅斯是圖95的轟炸機飛日本海甚至進入南韓跟日本的防空識別區 那這些動作都看得出來是等於說中俄聯手在對這一個東亞地區在進行挑釁跟威脅 那這樣的動作當然是不是表示說未來中國跟俄羅斯之間會成一個軍事同盟 其實言之過早 因為我們看到這中俄之間各別其實都各有所圖 就是說基本上是一個抱團取暖的概念 基本上你看到中國在東面 那他企圖要踏出第一島鏈 那面對的一個阻礙就是這個美日台 那在西面來講俄羅斯當然他這個對於這個烏克蘭的蟻魚也是天下皆知 那雙方等於說是在結合次要敵人對付美國這個主要敵人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當然可能未來他是不是會這一個進一步提升 等於說中國也被這一個俄羅斯利用可以拿來 等於說俄羅斯希望能夠突出東面 那對美國造成威脅 那中國等於也是這一個在利用俄羅斯相同的 希望能夠把這一個美國牽制把兵力牽制在這個西面 也就是說在這個烏克蘭對付俄羅斯上面 所以雙方各自有不同的一個利益 才造成這個結合 那到底是誰挑釁誰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剛剛講到說 這個還有包含這個烏克蘭 其實最近的一個其實也非常的一個 等於說這個威脅提升 那這個俄羅斯有傳出說 這個已經進兵到烏克蘭的邊界 那東面來講 剛剛講到說這個中國 你看不管是在東海在台海在南海的持續挑釁 這些其實都看得出來就是說 真正在軍事擴張的還是中俄兩國 那美國只是結合整個民主的同盟 那包含像西面來講 就是由北約來負責 所以我講說這個美國前國安顧問 這一位凱洛格 其實他頭腦非常清楚 他認為說 美國必須要專注於對抗中國威脅 而且他直接就直言講說 美國是太平洋國家 那烏克蘭其實是北約 歐洲直接就可以來處理 那這樣的一個威脅到底對美國本土有沒有造成 可能程度的一個威脅 就是說這個美國華盛頓時報 最近還引述了說 認為說這個可能 中俄的一個軍事力量 的確對美國本土 其實已經造成直接威脅 那特別是透過 這個不管是網路攻擊 或者是這個電磁武器的攻擊 非常有可能瘫痪美國本土的基礎設施 甚至有能力對美國進行斷水斷電 不過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個人是還抱持一個相對質疑的態度 因為今天來講 當網路攻擊 這樣的這個可能性是存在 但是如果用電磁脈衝武器 就EMP來襲擊這個美國 我覺得這可能性相對比較低 因為這一個當然解放軍或許具備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看到川普政府任內 其實川普政府曾經 簽署了一項這個非常機密的 這個行政命令 那就是強化這個美國所有基礎設施的 這個防電磁脈衝攻擊的一個能力 那早就已經進行相關防護跟提升 但是我們知道電磁脈衝的武器 基本上有分核彈 這個引爆的電磁脈衝跟非核的電磁脈衝武器 基本上你要對美國本土進行這樣子的武器 基本上已經算是這個等於發動核子攻擊的戰爭 這對美國來講這威脅非常大 當你要把電磁武器相關的一個裝備 這個拋射到美國本土附近 要對它進行攻擊的同時 其實我認為美軍的不管是地面的義勇兵三型 或者是潛射的這個所謂三叉戟D5 二型這樣的一個核武 基本上已經朝中國飛去 這個會造成一個相互保證毀滅的下場 所以對中國來講 它自己本身也具備面臨非常大的威脅 所以這樣的一個相互保證毀滅 我覺得可能性不大 那同時包含像近期中國測試的高超音速武器等等 這些可能近期短期內 我認為發動對美國本土攻擊的可能性都不高 不過對美國來講 網路攻擊可能還是未來可能主要的一個威脅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亞洲股市今天全面重挫 事實上歐洲股市也跟著受到衝擊 美國電子盤道瓊現在跌了800多點 那國際油價 這一個聽到疫情可能再起再惡化的新聞 今天事實上也重挫5個百分點 那我請教士聰 整個金融市場現在有好幾個壓力 第一個壓力是疫情到底會不會大規模的惡化 現在看到歐洲是在惡化 另外一個是通膨跟升息 事實上昨天韓國又開槍 韓國今年以來已經升息兩次 沒錯 今天這個全球股會市都出現一個大跌的局面 那當然啦 我們來看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所謂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包括說現在歐洲疫情持續在增加 那目前的德國荷蘭比義時愛爾蘭 每天的確診人數都在增加 歐洲已經說了如果不遏止的話 到明年初新增死亡人數會 累積的這個死亡人數會高達兩百萬 那甚至在傳言說梅克爾要退休之前都在說 我們要不要封城兩個禮拜 那當然被現階段的新內閣拒絕 所以你看其實歐洲的壓力的確是非常非常大 包括說像美國也警告說 民眾不要去德國丹麥 還有英國等各地旅遊 那現在主要原因是因為有一個新的病種病毒叫NEW 那這個變種病毒最早是發現在非洲的波紮納這個地方 但是因為它現在大概在非洲幾個六個國家有發現到病例 那甚至在亞洲已經有驗到一例在南非的病毒 那就是整個在香港 那所以現在整個局勢是相緊張 那甚至是世衛組織就說 因為這個變種病毒有32個突變 那所以它會影響到我們目前的可能整體的這個疫苗 到底有沒有效 這個都要打上非常大的問號 所以等於是說 這個傳染力很強的這個病毒來說的話 又引起大家對疫情的這個擔心 所以你看今天台北股市裡面 那種跟疫情相關什麼毛寶康那香 全部都亮燈漲停 好 那我們講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來說的話 還有包括說等一下我們會提到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通膨的壓力 或者說升息的壓力 那今天股市是全面重挫 我們現在亞洲股市 亞洲股市其實上陣跌幅是不大 上陣跌20.9點 那跌幅是0.56 這居然已經是跌幅最小了 我們看到恆生指數 收盤跌了659點是2.66% 那國企呢是跌了2.65% 那台股今天是跌了1.6% 日本是跌了2.55% 韓國是跌了1.47% 所以亞洲股市幾乎是 全面的一個重挫的這個局面 好 那除了這個亞洲股市重挫之外 我們看現階段在我們錄影時間在開盤的這個歐洲股市呢 目前普遍跌幅大概3%到4%之間的左右 那甚至是在這個目前也在跑的這個美國的盤前盤 就是道琼的盤前盤 目前跌幅是大概月末是在800多點的一個位置 那連帶的這個目前的 我們都前一陣子會有通膨嘛 那通膨的壓力之下 現在連這個石油價格也都出現一個重跌5%的這個狀況 就拜登要釋出戰備除油做不到的事情 疫情來馬上就往下跌了 真的 對啊 馬上就往下跌了 你做那麼多幹什麼 疫情來馬上就跌了5% 你要放那麼多戰備出來不見得打了下來 好 那我們講說說 這個原因除了剛剛我們提到的疫情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聯準會可能要升息 我們最近公布的這個通膨壓力來說的話 美國這個10月份的CPI是6.2 那可能根據目前的推估來說 11月份的數據可能會更高 所以在最近公布的這個11月份的聯準會的這個紀錄裡面來說的話 他們就說如果這個通膨居高不下的話 他們有可能會加快 這個所謂的 因為目前聯準會還在購債 他會可能會減少購債 那目前聯準會每個月是開始購債1200億 那可能會陸陸續續減少 預計到明年的中間 就是中間大概6月的時候會終止所謂的購債 所以當然要收回資金 當然市場會擔心 但其實市場更擔心的就是說 聯準會對於說升息的態度呢 表達出開放的立場 所以聯準會有可能會升息 那聯準會升息來說 到底有沒有人先開槍 有 韓國已經開槍了 韓國在昨天又升息硬碼 所以從0.75升到1% 那其實韓國之前已經升息過一次 所以他已經是第二次升息 那為什麼第二次升息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韓國的通膨率也相當高 他們目前的通膨率是3.2% 另外一個 韓國的整體的數據來說 到了不得不升息 打房價還有打通膨 所以他就因為這樣而升息 那當然了 因為美國聯準會的升息預估來說 根據我們國內的經濟學家的預估來說 會在明年下半年 那明年下半年的時候 台灣也可能會跟著升息一次 那在明年下半年的這個時間點 那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為什麼全球股市會下跌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中國最近有公佈一個叫做 個人信息保護法 那個人信息保護法通過之後呢 全球塞港的情形可能會更加嚴重 因為過去你這個船舶 航行在海上的時候 你會有你的相關的數據 包括說你船的位置在哪裡 那因為這個法通過之後呢 他們就把相關的重要傳播的數據把它關掉 所以等於是說 很多你進貨者 或是說報關人員 你根本完全不知道 你這個船現在在什麼位置 特別是從中國出發的 那這會加劇整個 這樣供應鏈就更亂啊 對 會加劇整個供應鏈亂的地方 所以我才講嘛 今天會出現一個 全球股市重挫的局面 主要原因是疫情的原因 升息的原因 然後塞港原因可能更加大亂的時候 才導致目前現階段 全球股市在出現一個 大幅拉回的情形 那我請教一進 今天感恩節不大妙啊 其中市場都中錯 那拜登事實上這一次 因為受到通膨跟高油價的壓力 使得他的民調快速的滑落 這裡頭已經跨變成 他的內閣團隊的政治風暴 是 由於那個拜登的民調一直滑落 所以那個 美國的那個共和黨呢 也打狗隨棍上 打落隨狗 那尤其像說那個 美國前總統川普還有幾個參議員呢 就拼命批評拜登說 因為拜登在節能減碳跟綠能政策上 走得過頭了 所以才讓這個油價高漲 然後油價高漲呢 才造成了通膨這個問題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就是說 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 事實上他們對能源的觀點 事實上一直都不一樣 民主黨他們認為說 重點是在於說節約能源 但是共和黨的觀點 他們認為說開發新能源比較重要 然後民主黨認為說 那個在我們必須降低污染 而共和黨他們覺得說 我們必須降低的是什麼 是能源的價格 那民主黨認為說 能源是許多問題的來源 但是共和黨他們認為呢 能源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這是怎麼講呢 我們要從那個歷史上來看 就古代的一些強國 通常都有大量的奴隸 像埃及 像巴比倫 像瑪雅 還有像中國的那個秦始皇 當初他蓋長城 還有他的離山林都是使用大量的奴隸 美國當年也有一堆黑奴啊 沒錯 那在古代就是說 有這些奴隸以外 後來我們也許講說 這些都是那個封建極權國家 事實上古代的民主國家也都有奴隸 我們古希臘古羅馬都有奴隸 還有剛才您管您講的 就是說那個18世紀 19世紀的美國都有奴隸 那事實上古希臘跟古羅馬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詩人 有那麼多的科學家 為什麼他們可以每天這樣那麼悠閒的過他們的生活 做一些思考一些偉大的哲學問題 事實上就是因為有大量的奴隸在幫他們做工作 所以可以當詩人 可以當哲學家 基本上他的出生可能都是貴族 對 就是他們有很大量的奴隸 可是現代的民主國家呢 我們用的奴隸是什麼 我們在家裡幫我們洗衣服的是什麼 是洗衣機 幫我們掃地的是掃地機 然後我們有微波爐 然後出門的話不是坐轎子 而是坐汽車或者是電動車 然後我們在工作上的話 在那個農田裡面都是那個 那個自動的自動化的機械 然後用工廠裡面需要用勞力的工作 就用那個機器人 然後呢需要用勞力的呢 就是那個現在雲端很多電腦 在幫我們做計算 所以現代民主國家的奴隸呢 事實上都是自動化的 都是吃能源的 然後我們這時候又講回到美國的這個 關於奴隸和能源的歷史 就是我們現在講說 美國當初在開國的時候 他們有幾個開國元勳嘛 第一任總統華盛頓 跟第三任總統傑伯遜 他們都是南方的有錢人 他們都有大量的奴隸 可是呢第二任總統 那個北方的亞當斯 他就比較可憐了 因為北方沒有奴隸 所以他是自耕農 他是個窮人 那北方比較有錢的 只有是那個富蘭克林 富蘭克林因為他是做生意的 他是個發明家 所以他比較有錢 可是這個狀況一直發展 發展到那個美國內戰前 就是19世紀中 1850年1860年的時候 南方還在使用那個吃麵包的黑奴 這個是很殘忍又沒有效率的 可是北方已經在使用什麼 吃能源的奴隸 就是這個工廠 那個蒸汽機還有火車什麼什麼 都已經開始自動化了 所以北方的力量就變得比較強 而且因為這個經濟的狀況改變 而雙方就是事實上 很多人認為說 雙方就有很多矛盾 很多的矛盾 很多人認為說這是南北戰爭 發生的原因之一 不是唯一的原因 但是發生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們從那個美國共和黨的觀點 尤其是那個所謂共和黨 那個德州的石油幫 就是那個兩個老布希 還有小布希他們父子 還有那個Dick Cheney 他們這些人的觀點來看 他們認為說經濟的成長 是來自於生產力的提升 這個很有道理 讓生產力的提升 是來自於能源的利用 所以國家必須不斷去尋找便宜的能源 這個國家才會強大 可是民主黨的觀點就不一樣了 民主黨的觀點是說 第一個就是地球的暖化 這個一定會毀滅人類 然後石化燃料是造成地球暖化的最大元凶 所以必須開發綠能來取代石化燃料 事實上這個狀況 雙方事實上也沒有說完全否定對方的觀點 就在美國的文化裡面 他們把這個事情叫perspective 這個很難直接翻譯成中文 我們中文是講說視角 那perspective這個原來是一個美術的名詞 就是所謂的透視法 那在那個政治上或者是在辯論上 我們就講說所謂perspective 就是說靠著你比較近的東西 你會覺得比較大 靠著我比較近的東西 我覺得比較大 那事實上並沒有誰對誰錯 所以事實上民主黨跟共和黨 現在並沒有完全否定對方的觀點 但是就是說民主黨他們認為說節能減碳比較重要 犧牲一點經濟也沒關係 但是共和黨他們認為說 你不能為了節能減碳而傷害到經濟 好 那兩者就有本質的矛盾 第一個本質的矛盾是 剛剛講到說德州是這一個產油的大洲 所以它有傳統的石油產業 但是德州也是頁岩油的大洲 美國因為川普力主大量開發頁岩油 才在川普的任內從石油進口國 改成能源可以輸出國 沒錯 這是頁岩油的政策 可是現在呢 拜登說頁岩油污染啦 不要弄啦 我們要節能減碳啦 我們要新能源 我們要太陽能 ok fine 你要 但是像現在這個北半球的冬天 沒什麼太陽啊 除非你在墨西哥亞利桑那州 那種地方 你有太陽啊 你北邊一點都沒太陽 所以你那一些新能源到了冬天 事實上它可以當基礎能源的 這個比重跟負荷事實上還不夠成熟 除非你有更新的科學嘛 那所以你就會面對一個高油價的壓力 那你光用不用頁岩油這一個政策 就影響了美國內部的油價 以及國企的天然氣的價格啦 是啊 沒錯啊 那個頁岩油事實上是非常便宜 真的讓美國這根經濟 過去幾年這樣變好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但是它也是一個非常造成污染的 那個能源的方式嘛 所以相對上這就會影響價格啦 你用不用頁岩油就影響 你在美國內部的油價 然後油價就會影響到通膨 跟影響到全世界所有的物價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昨天中二簽了軍事合作的協議之後呢 美國方面高度戒備 那前國安顧問不但直接講說 烏克蘭是歐洲的事 這一個台灣是美國的事 他還直接說 美國事實上應該follow兩個中國的政策 好 余將軍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美國前國安顧問 這一個說法 這個是美國內部反中英派 現在的主流意見 就是天底下沒有什麼叫一個中國 就兩個中國啦 然後呢 要比拳頭要比實力的話 大家就真的來比軍事實力啦 真的是這樣啊 其實他講的重點啊 如果我們再看最近拜登不是要請台灣 參加這個民主峰會嗎 一百一十國 其實現在啊 國際上普遍的認知 共識就是認為就是說 台灣如果加入聯合國 把台灣問題國際化 是徹底解決啊 這個 中共武力犯台的這個問題 所以呢 你看看 不管是用軍事的力量達成目的 又用政治的手段 最終的目的 其實美國是學中國啊 要不戰而屈人之兵呢 就是讓中國沒辦法拿掉 台灣用無力的方式解決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那尤其是我們看 美國現在對台灣啊 只要是越大的這種支持 不管軍力或政治上 中國啊對台灣的這個 文攻武嚇就越大 對 因為他只能把氣啊 這個發洩在台灣身上 他不敢對美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近期啊中共各種武嚇的手段啊 真的是層次不窮 前兩天對不對 兩艘洞氣腰在花蓮外海 這從來沒有發生過了 對 那再來昨天我們看他公佈 所有中共這個最新的 這個現役的主戰裝備 這個就是要對台灣啊實施啊 這個武嚇 對 那我們也看到 其實他這些新式的這個武器裝備啊 裡頭只有三個 我們比較值得我們注意 其他大概都是大家很熟悉啊 沒什麼大驚小怪啊 第一個就是他輕型的 這個十五式的這個戰車 這個戰車啊 第一個他因為重量非常的輕 而且是他未來的這個主戰裝備 而且他適用空投 那他又可以適應啊 那個水稻田的這種地形 這以往我們講 就中共的這個重型的這個坦克啊 他是沒辦法在台灣的這種地形 以為我們水稻田這麼多 因為他一上這個水稻田 也就去踏陷 沒辦法激動 那這一種啊 就是克服 這個台灣的這個地形而來的 所以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那第二個 我覺得值得我們注意就是 他的殲16D啊 這個所謂電戰機 這個是仿效美國的這個咆哮者 那另外就是他的這個無爭7啊 這個是仿效美國的那個 所謂的全球音 那這個就是說 未來我們知道電戰機 這個就是如果任何的戰爭啊 首波的這個攻擊啊 絕對是由他們所發動的 那他就是要癱瘓 台灣的所有這個 這個雷達 所有我們的戰場知覺的 這些設備 這對我們來講 如果是沒辦法應付這個 殲16D的話 那對我們未來 如果說兩岸真的發生戰爭的話 對我們非常不利 這也就無怪乎 其實上週 日本的這個 退役海軍中將 這個泰田文雄 對 他就呼籲啊 面對這個新的這個 電戰的威脅啊 台灣跟自衛 跟日本的自衛隊啊 我們雙方的軍隊 應該針對電子作戰 這方面 要直接的 進行聯合 這個演習 聯合演習 對 來提升 因應他 與日俱增的 這一方面的這個 壓迫 那另外 他的手段 你看我們 前部 也是這幾天 他忽然間宣布 大量的這個 殲10C啊 這個進駐到 這個東部戰區 第一線 對 這個事實上就要抗衡 我們上個禮拜 F16V 聯隊的這個成軍 那當然他們媒體 吹噓了 殲10C的這個性能 而且我們 國內的一些專家 也認為說 兩種性能 事實上在伯仲之間 但就我的角度來看 我們F16V 至少有五項 方面的這個優勢 第一個就是說 從他的掛蛋 數量來看 我們知道 殲10C啊 雖然他是一個掛點 但是他 其中要三個 掛點是要 在那個 附油箱的 他 掛了這個附油箱 他的作戰半徑 勉強可以到 1000公里 那另外就是說 他最外側的 這個掛點 是不能掛蛋 所以他真正能掛的 只有四個點 就換句話說 他只能攜帶 兩枚的這個 這個PT-10 跟兩枚的PT-15 那我們 F16V 雖然有九個掛點 但我們每一個掛點 都可以在 可以掛蛋 同時可以 附掛蛋 所以我們最多 像那個 飛雪里他講 最新的這個 AM120 我們可以一次掛蛋 28枚 那中共如果 他中間那個油箱 勉強去掉 他掛富士 他最多就是6枚 所以各位可以看 這種戰力 怎麼跟我們比 那第二個就引擎 引擎我們看 推力跟 看它的受限好了 推力的話 我們大概 我們S6V是 14.2噸 它的這個 殲-17才 13.8 差我們 那另外就是說 受限 我們每次的大概是 可以5000到6000小時 他們平均只有1000小時 所以這個也是相當大的 這個差距 那剛講 作戰半徑已經講了 我們F16V是 大概就是1200公里 而且在我們主場優勢 他們要 從這個 各個基地過來 而且它的這個時速 還比我們少 所以這心理壓力 對於作戰 那個飛行員來講 是非常大的 這個心理壓力 然後另外就是 ASEA這個主控 相控雷達 最新式的 它也是 但是我們是美式的 我們偵測範圍 至少370公里以上 如果再配合 我們空中 預警管制機的話 那我們可以在 它還沒發現 我們之前 就發現它了 所以對它來講 這個是致命的傷害 那最後就是 飛行員的數值 我們的F16V 都大概就是 都是美國的這個 這個手把手的 這個教官教出來的 都有美軍的 這個實戰的 這個作戰的經驗 那中共是從來沒有過的 所以在飛行員的數值 這方面更不用提了 所以這一些優勢啊 我想就是說 兩軍如果對陣啊 優勢應該是在我們這邊 沒有餘力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全球股市今天全面重挫 那白天亞洲全倒 那事實上歐洲盤跟美國電子盤 現在也有很大的賣壓 今天包含了油價都快速的 回檔了5個百分點 那主要的原因當然 全世界金融市場 現在對於疫情在起 或者是升息跟通膨的壓力 會如何影響 確實是戒慎恐懼 可是這一個月中 全球金融市場 儘管是對升息很恐懼 可是現在做最大的大頭夢 就是元宇宙 而且扯到元宇宙的都漲翻天 沒有錯 這一波小蝦米也可以打敗大金魚 重點是你要壓對產業 那我們謝金河社長就提到 AMD這家公司真的是不得了 在當年他真的是 在市場整個市場上的 真的是排很後面很後面 那一直到2014年 蘇之鋒接了CEO的時候 那時候AMD的股價 大概只有一塊多美金 如果以總市值來說 跟這個大金魚 Intel比起來的話 大概只有他的百分之一 可是你看我剛說的是2014年 但是現在2021年 經過7年的時間 我們就看到這個走勢圖就好了 我們先看到Intel 現在他的市值 大概是2000億多一點美金 可是你看他今年股價值 大概打平而已 但是我們對應到AMD 哇 不得了了 雖然總市值還沒有超過 是1900出頭 但是只差大概5%而已 重點是你看他今年漲幅 大概將近71% 而且這個書媽從1.6塊美金 拉到157塊美金 這個是漲100倍 對 所以就剛剛提到的 應該如果順利的話 可能下個禮拜 AMD的市值就會超過Intel 尤其你看我們在把AMD 它第三季的營收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就知道了 你看不管你從什麼面向去看 基本上它都大幅度成長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應到Intel 它今年來營收 其實是差強人意而已 所以上下一筆就知道差多少 那更不要說接下來這個更厲害了 尤其這一波元宇宙 最大贏家絕對是NVIDIA 那黃仁勳特別告訴你說 大家現在講元宇宙 大概基本上都是從賺錢的角度去想 可是事實上從企業的角度來說 其實可以省錢 怎麼說呢 最具體的就是 元宇宙不要把它都當作娛樂而已 對很多企業來說 以前做很多事情 我都實際上我要去測試 大家知道 尤其客界你做所謂的測試 要花很多錢的 而且測了還不見得對 你如果對了就沒事了 如果你錯了 你還要再重新修正再做 你一次又一次 那個都是燒錢 可是現在有 元宇宙這個工具的話 你就直接丟到這裡面去測試 因為它是最接近真實的情況 那對企業來說 你可以省很多錢 那就看你的企業規模 小企業你可能動輒省幾萬美金 大企業可能讓你省幾千萬美金 都有可能 所以這一波我們剛剛說了 最大的贏家 真的大概就是NVIDIA 因為很多的最後的運算力 都是要靠NVIDIA的晶片 所以你看到 剛剛覺得AMD長很多 你看到NVIDIA更可怕 今年去150% 市值已經是Intel的四倍 以整個市場規模來說 大家知道NVIDIA做的東西 其實相對單純 Intel基本上幾乎是包山包海了 結果你看到NVIDIA 原本也可以說就是一隻小蝦米 可是它是徹徹底底 已經打敗Intel了 那剛剛講到這個 元宇宙的商機 現在很多媒體 投資機構都在統計 那以彭博他的調查說 以前企業根本就不會談到 元宇宙這樣子的名詞 因為以前根本沒有這個名詞 可是你最新的企業 他們在會議裡面的記錄裡面 告訴你說 已經有73家企業 在他們的會議裡面提到 元宇宙這個名詞 可是在前一季的時候 只有37家 也就整整多了一倍 就告訴你它是一個趨勢 很多企業就算我原本沒有相關 但是我都不得不討論說 這個東西對我企業有沒有幫助 所以在2024年 也就是三年之後 整個市場的規模會高達8000億美金 那元宇宙當然它有很多的面向 所以就有媒體把它分成 大概可以從七個層次來看 從最基本的體驗 發現到創作者經濟 到空間計算 到去中心化 人機交流跟基礎設施 反正每個領域 都有一些企業在裡面可以相關的 這也在告訴你一個觀念 就是說沒有一家企業 就算我要進入元宇宙 我不可能七個層次 我都要通包 你沒有那個本事 所以也就在告訴你 整個市場的規模 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就看到 這個整個市場的成長來說 就以今年元宇宙 大概可以說是元宇宙的元年 它的成長 是整個市場成長 已經超過25% 那未來我們剛剛說了 到2024年的話 接下來這幾年 每年大概都可以維持 10%左右的成長率 那到2024年 整個市場產值 可以高達8000億美金之多 我們剛剛講NVIDIA 現在有一個很厲害的發明 以前如果你打字的話 頂多就是什麼 幫你把錯的字 自動智慧選字 如果是你用語音 智慧幫你選 現在更厲害 NVIDIA最新的晶片 你用打字也好 用講的也好 它可以連幫你相關的圖 都畫出來 譬如說 你下一個指令說 我要一個有膠岩的海灘的夕陽 OK 膠岩一個關鍵字 夕陽一個關鍵字 海灘一個關鍵字 它把類似的圖形 就畫出來給你看 那我要一個黑胡椒牛排 對 它就給我一個牛排的圖像 加黑胡椒醬 對 你可以自己加很多的 各種的詞進去 不是幫你把詞打出來 是連那個圖都畫出來 所以背後就是NVIDIA 它有非常強大的運算力之外 它有非常大的圖片庫 所以可以幫你精準抓出來 那你說這個能有做什麼用 對於要畫圖的人來說 它把這個基本東西抓出來 它再做修改就快很多了 那不只這樣子 Meta也就是原本的臉書 他們現在也有一個新的技術 臉書之前有一個技術就是 告訴NVIDIA 不是只有聽覺 視覺 有觸覺之外 現在還有 我在講話的翻譯的時候 如果大家用過Google翻譯 你就知道我可能必須要先設定 我是中文翻英文 或是英文翻中文 要不然你如果設定錯 它也翻不出來 可是Meta最新的技術是 你都不用做任何設定 我直接可以用一種語言 翻成128種語言 而且速度可以快到 0.025秒鐘 而且它的目標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它最終目標要讓全世界 現有的7000多種語言 都可以自動轉換 而且你不要以為它在做夢而已 它現在網路上已經放測試板給你練習 測試板已經可以用22種語言了 就告訴你這真的是很厲害 不要以為只有科技業才在玩元宇宙 時尚業也開始跨進來了 因為根據大魔的統計 大概在玩這種線上遊戲的玩家 平均有五分之一的人 天天會換造型 換造型那不就是時尚業的專長嗎 所以你看巴黎世家就先跟很有名的 要塞英雄這個線上遊戲合作 在線上賣皮膚 什麼叫皮膚就是換造型 8美金 它基本上對於遊戲的功能沒有改變 只是換個樣子而已 8塊美金 再來就是發聯名的T恤 可是這是在線上 不是真的買那件T恤回去 那不只這樣子 更誇張的是googie 在線上賣虛擬的包包 居然可以賣比真的包包還貴 大家看到這個照片裡面 在線上它賣4100美金 買了幹什麼 就是我們告訴你換造型說 你看我拿一個googie包 可是這個包包真的也只要3400美金 那不只這樣子 還有人在線上開始買虛擬的土地 那虛擬土地說 真土地可以蓋房子 我虛擬土地可以幹嘛呢 有地盤 地盤大概有很多概念 譬如說tokens.com 這家專門做數位資產交易的 它現在就買了一塊地 這一塊地居然要243萬美金 買了幹什麼 它在裡面開虛擬商店 賣虛擬的資產 那之前埃迪達也是一樣 它在這個sandbox這個遊戲裡面 花178萬美金 也是去買了一塊虛擬的土地 那它在裡面做什麼事情 置入性行銷 我就把埃迪達的logo擺在那裡 讓你看到 所以不要以為虛擬土地就很便宜 它可能比真正的土地都還要貴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全球股市今天全面重挫 主要的原因是擔心疫情再起 另外一個壓力是通膨跟升息 那我請教鄭老師 這次美國的通膨是一個金融市場的地雷跟壓力 另外一個是中國的房地產 事實上劉鑾雄前幾天也直接公告了 他出托恆大讓他賠了400億 是的 那這個美國的金融市場發生了問題 那中國的金融市場看起來問題也不少 那剛剛這個寧關說 劉鑾雄的確他是恆大的一個大股東 他最多的時候占到9%的股份 曾經最多賺到300多億 那他現在寧可虧400多億而退出 所以你基本上看到 似乎有一種這個不好的氣氛 或者暴風雨要來的那個氣氛 所以使得你看到這個房地產在拋售 那另外一個我們看到 就是說另外一個跟這個暴風雨要來之前的 一個現象好像也有關係 就是華爾街的這個摩根大通的CEO Jimmy Diamond 他呢既然在會議當中 開了中國兩個大玩笑 第一個預言就是摩根大通 他自己存活的可能會比中共更久 第二個就是說台海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那有可能就是中國的越戰 那這兩個笑話都開得非常的大 那我們講說 這個Jimmy Diamond 他能夠當到這個摩根 這個確實的CEO 他應該是非常穩健的人 他為什麼會敢做這麼大的這個預言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Jimmy Morgan 他是1921年進入中國 所以他基本上也是100年 跟中共今年一樣也是100年 但是你看他其實怨氣非常的深 那他怨他為什麼會敢這樣說 就表示他怨氣實在是太深了 那下一張這個圖片裡面你可以看到 這張圖片裡面這個資料看起來好像有點舊 實際上他正好反映 就台灣跟中國加入WTO2001年之後的承諾 五年之後所有的障礙跟這個阻擋 法令的阻擋都要取消 結果你看他後續的七年的表現 在這張圖表裡面 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外資基本上占不到 外國的金融界 華爾街的金融界占不到中國的市場 你從這個圖表的下面有一個數字 你看到這個2005年WTO之後五年 就是外資占中國銀行的整個資產 你看到都是2%左右 2.26一直到2.17都沒有增長 但是你看台灣卻不一樣 那個表下面你看台灣 他從7.1開始一直上升到13.3 另外一個就是另外一張表就是說 是吃不到前面那個是占不到市場 下面一張表示吃不到油水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上半部分那個數字 你看到就是中國的這個銀行的利潤 就是裡面外資到底占了多少的比例 你看那個比例非常的低 2007年就1.54 那有些甚至是低到1% 但是你再看一下台灣的 台灣也是五年之後開放 但台灣的外資占到 獲利占到所有獲利的三成 甚至兩成 所以這就很清楚的看到說 其實外資佈局那麼久 但是基本上在中國是吃不到油水的 那下面就再回頭看一下 那就摩根大通來說 他的情況又是怎樣 摩根大通基本上算是華爾街 或者外資裡面的模範生 你看到他1973年是美國第一家拿到 這個中國銀行代理的第一家銀行 那2007年呢 他也是第一家在中國註冊的外山 那表示說其實他是外資裡面的典範 但是你看2010年的時候 中國出版了一本很有名的書 叫中國金融業的崛起 表示他們金融業正在崛起 那這個 Jimmy Diamond在裡面就有一個chapter 專門寫 摩根大通在中國 這個我們在交金融市場 都把這一段當作經典 至少占PPT都10月以內 10月以內 他基本上要強述的就是說 這個我們的摩根確實 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各個面向都很有競爭力 可是卻在中國的市場上 看得到吃不到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 朋友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推特特訊上面 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 訂閱跟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謝謝大家收看